聽說朋友建議呢 一定要來香港這邊 果然就是來探探究竟一下 我現在外面就是 包滿了所有的水果 OK 現在就來到一個 深夜的水果批發場啦 你就進去看看這些香港朋友 你只要我介紹進去看裡面 到底長什麼樣子 順便買幾個水果 回去試看看 好多人啊 哇塞 哇塞 這個時間 讓我非常的親奇啊 原來深夜的水果攤 這麼多的人 差不多的水果 哇 那個買一箱的咧 哇 這個菜市場太大了 繞了一圈又一圈 好鬼啊 都不知道走到哪裡才是頭 哦 在香港呢 水果果然呢 是一個 歷史永久的水果批發市場 但是呢 有些店家呢 是做零售 就是賣一顆一顆的水果 但是據說呢 香港九七回歸前呢 都是由黑社會掌控 我們來就撈這些油水啊 你看這個市場就這麼大 終於發現前面有賣零售的水果啦 我們去看一下唄 哎 我發現一個最討厭的水果 馬來西亞 哇 什麼什麼 貌商丸 榴槤 哎 等一下再來看看 先看別的 哇 這邊好多賣種一些 就是台灣沒看過的水果 我來看看 哇 就這麼多的葡萄 READY GO 有 呀 我終於買完了 這些老闆呢 狂推薦這些水果呢 我覺得應該是不錯的啦 好啦 接下來呢 就是準備回去公司試吃這個臭榴槤啊 對於挑戰這個 這個都是為你們拍的 再來呢 這個呢 哇 回去反正就試試給你們看啦 好不好啦 不多說啦 就這樣啦 OK Bye 哎 經過這次去果欄呢 買了就是一些在台灣沒看過的水果 哎 我先介紹第一個呢 這種水果其實台灣也是也有 但是為什麼要特別介紹它 我也不知道 老闆推薦的 他說來自Korea 就是韓國 不知道好不好吃 等一下試吃看看 再來呢 就是這一個 哎呀 這大家猜猜看是什麼 其實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我以為是那個 桃子 因為長得很像 但是呢 它不是桃子 老闆說是西條式 再來就是 茄苓 茄苓果 其實我在台灣沒有吃過的 啊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導演介紹的 要吃的 榴槤 本人呢 就是 不喜歡吃榴槤 就是這台臭 所以為了這一集呢 就是特別就是要嘗試一下 好啦 先丟旁邊 不管啦 來 先試吃看看 哎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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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跑耶 哇好大顆喔 這個葡萄 一般台灣吃葡萄都是 紫色的 對不對 但是這種顏色 哇真的是第一次吃 但是不知道味道有什麼不同 嗯 是甜的 不酸啊 跟台灣比起來那個 葡萄 紫色的葡萄是酸的 但也沒有說不好吃 因為我自己也本身吃的酸度 也不能吃太酸 所以我覺得這個葡萄是 剛剛好甜甜的 然後 這個酸度就沒那麼酸 但是重點是 很大顆 我想我可以吃 哎沒洗過啊導演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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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 一起拉 就是這個 西條式呢 這個要怎麼吃啊導演 破開 用手嗎 我有到耶 唉唷有有有有 怎麼那麼難切 哎呀 終於切開了 先撥個這 這個呢 昨天老闆娘推薦 再推薦 又一直推薦說 這個好吃 真的不知道好不好吃 我切小塊一點好了 有點大塊 等一下 也分給導演吃 要拉屎一起拉屎 口感呢 它是脆的 不错 甜度呢 也不会太甜 但是水分 还蛮多的 好吃啊 这个 真的啊 来 导演你等一下吃我剩下的 我连皮都吃了 皮都可以吃了 真的好吃 这个是吧 麒麟瓜 哇塞 这真是没看过水果 真的不知道怎么吃 危险 哎呦呦 流汤了 流汤了 哎呀 哎呀 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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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嘿嘿嘿嘿嘿嘿 有没有 哇 好像很厉害的感觉 大家有没有想到一部电影 哎 想得到吗 二龄古堡 二龄古堡 哎 喜欢看二龄古堡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知道 哎 我就是一个爱好者 嗯 不管游戏电影 我都爱爱看爱玩 哇 大家看到吗 就是满满的纸 对 然后呢 哎 这个好像就跟 台湾的火龙果 火龙果很像 对 哎 好了 其实它跟火龙果 你试试看 对啊 它外表跟 其实火龙果很像 这个是外表是紫色 这个是黄色的 我吃一下 哇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麒麟果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补水用的 你刚刚切开的时候都是 流汤流水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觉得补水 是非常好的水果 接下来呢 要挑战一个 要挑战一个 最讨厌的 水果啦 要不是为了你们 哎 太 我真的不会想吃这种水果 这个臭榴莲 榴莲 喔这好臭 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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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我搞不 哎 有点包不吸掉的虚拟建设一下 这好像是食物 那种就是放在包包里面放很久 那种感觉 有没有 你曾经有没有就是把食物放在包包 然后忘记拿出来的那种 臭到不行 那种 喔天啊 OK 喔为什么女孩子特别喜欢吃榴莲 哪要逼着吃完之后 然后去逼着跟男朋友接吻 真的有这种干这种事 哇 我希望如果交到我的 交到女朋友 她不会这样对我 喔真的是太臭了 唉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真的吃榴莲 我先沾一下 真的好臭啊 好吵啊 我要学人家吃的津津有味 喔 我真的不行了 吃的津津有味 唉呀 太饿了 津津有味 喔 我真的不行了 唉呀 好臭喔 唉呀 对于这些今天的这个呢 水果呢 其实我觉得 Oh my god 好臭喔 我的嘴巴 在后面有很多水 喔 找个人去kiss 哇 我看我应该会被拒绝 真的太臭了 不會啊 你说香港的女生很喜爱榴莲吧 台灣的女生也喜爱榴莲 真的觉得 女生们千万不要干这种事 去亲你的男朋友 真的建议在建议 除非她自己也爱吃榴莲 不然你们可以吃 女生吃榴莲 男生吃臭豆腐咯 嗯 对不对 臭臭相对 嘿 唉 今天呢 那对于这个 吃了一番香港的水果呢 自己个人觉得 除了榴莲 其他都好吃 其实只要是水果 有助身体健康 都是好水果 好啦 喜欢的朋友呢 看到这集呢 可以去做的分享 跟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而且可以开启小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G啦 好啦 谢谢啦 就到这边啦 掰掰